怎么可能是我 云天河和你啊 哎呦 但云天河是万物皆可吃吧 成军斯诺 披首一首 热血四少年啊 哈喽 爱奇艺爱撩专访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陈哲远 在《仙剑4》中饰演云天河 大家好 我是居心一 在剧中饰演韩丽莎 我是毛子俊 在剧中饰演慕容子英 我是在剧中饰演柳梦里的毛小慧 请各位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 自己在剧中的角色吧 你们四个人在剧中的角色关系是怎样的 我饰演的叫做云天河 那云天河呢是一个 比较性格率真的 从小在山上长大的野孩子 一路上就是经历了很多 跟小伙伴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 然后成长了很多 林莎是一个那种 就是表面笑嘻嘻 但是心里藏了很多心事的那种小孩 子英就是琼华派一个非常高冷的一个小师叔 然后跟他们的关系就是 他们都是我的小徒弟 我收了一个白富美 然后收了一个小野人 收了一个特别火爆开的小辣椒 都是我的小徒弟 小徒弟啊 柳梦林是一个非常温柔 然后非常理性的一个女孩 然后她也是孟摩族的妖少主 少主和妖主 然后她的身份比较多 然后她是子英师叔的土地 然后跟他们是朋友关系 马递 就是朋友 就是这样吗 就是怎么这样 就是小伙伴嘛 噢 哼 哼 哼 听说云天河是一个狄居山林 形势不羁的小野人 你在饰演这个角色时 有加入什么自己的小设计吗 我觉得云天和她是一个 她从下山 凌莎带来下山 她开始接触周围的事物 她就一直对这个世界充满着热情跟好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在饰演她的时候 我会在一些戏上面会 就是着重地想要体现一下 她对这个周围的 对生活的热爱 拍摄凯莎的哪一场戏是 让你觉得情绪最难收回来的 就是从刚下山到梦里家 就觉得他们家一家很和谐 很有就是有爱 就是有很嗯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暗自身上暗 然后到后面的话就是 我们四个人每次很快乐的时候 就会心里有一点点的难过 慕容子英这个角色 是很多人的白月光 饰演这个角色 会让你觉得有点压力吗 你本人最欣赏她身上的哪一点 当然会有压力了 她那么大一个男神 然后剧本给予的就是她 那么大一个男神 真的是 然后剧本给予她的最多描述 就是她外人的内热 那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 外人的内热可能一到处出来的 会被大家说面摊 然后尽力想要赋予她更多的一些 人性的东西 其实后来拍着拍着我觉得 子英最打工的我觉得相反是她比较脆弱的那些点 那些面 你觉得自己和刘萌营最像和最不像的点分别是什么 她完全不像 完全是这个 就是最像的应该就是笑声吧 不像的吧 你说的应该是 笑声 对 我说的就是 你刚说最像 最不像的地方就是 哎呀 最不像的就是笑声 因为她就是这样笑 然后这样笑 然后我生活里笑的就是 哈哈 对 其实是这样子 然后最像的就是我 我跟她一样就是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立马去做 拍摄到现在 角色的哪句台词是让你能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一生一世在一起 然后我想说这句 一生一世在一起 我是在百年之后 对骆子英说的那个 这些年 你过得好 对吧 就是那个话 她我觉得她是 想问所有人 但是她也不是所有人 她会问得出口 成军四舵 一首一身 这句话是我 最喜欢的 觉得她的那句 对 我最喜欢的 不是我自己的话 是她的那句话 还有还有句话 是那个 别担心 射箭的小野人最拿手 你过为这一句改个名字 你们觉得还可以叫什么 色语四少年啊 琼华派的前程王室 哈哈哈哈 师叔再爱我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大大师叔爱上我 哈哈哈哈 下一场的小野人 哈哈哈哈 下山的那些事 哈哈哈哈 请分点形容一下 比路边的人 是最终的什么担当 气氛等等 她会 火焰大家气氛 然后会在大家旁边转圈啊 哈哈哈哈 没到一个地方 没到一个景点 对对对 领路 会让大家看起来 达到一个比较有活力的 子嬿 长辈担当 就是解决事情担当 解决为什么 就是我们很多事情 搞不定的时候 子嬿就搞定了 她说我们的 那个是 是叫什么担当 你们叶叶说 领队 领队的 领 领队的 我们领队的 我的 淞そして 物华宿舍管理员 对对对 她说我们领队的 四小最小担当 哦 啊 保护蛋糕 哦 保护蛋糕是真的 保护蛋糕是真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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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粉丝说 云天河是一个万物皆可考的人 你认可吗 不太认同 因为现在恒店管的比较严 就朋友们都不让生活 但云天河是万物皆可吃吧 如果大家看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云天河在吃啊 什么的 吃东西的心 如果让你预测的话 你觉得剧播出后 大家对云天河身上最好奇 或者关心的点 会是什么 那如果我看剧本的话 我就最开始看着 就会觉得想知道 她跟这个旺叔 到底有什么渊源 就是看前面的时候 就会疑惑说 她跟云天河之间 到底有什么羁绊 有什么渊源吧 那把字 剧中云天河 有梦林 都有很新的造型 你们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套 为什么 我喜欢妖竹服 哦 那很霸气 妖竹服 因为那套衣服 她还 虽然穿着很霸 但她还是挺温柔的 啊 就她的细节上 小鱼鳞 这种小绿鳞啊 什么的 就对这种鱼鳞 觉得有偏爱感 因为我喜欢你那条黄色 啊 小梦里穿了 是不是 大梦里穿了 你 哦 那你觉得小梦里穿着好看 那大梦里穿着好看 当然是 犹豫 她在犹豫 她就好看 小梦里大梦里是一个人 你讲这种 你讲这种 都喜欢 她对方刚下山的衣服好看 刚下山的衣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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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和刚下山的衣服也最好看 就是蓝色就是两边部队称的最好看 对就是我们第一天在现场看到对方 就笑出了声啊 没人就笑出了声 就感觉很朴实 我们两个人都很憨厚 是老实人的感觉 哈哈 作为小师叔 觉得戏里和戏外最闹的朋友是谁 就是七个王肯定是灵莎啊 因为包括就是 有的时候我自己泛蓝 就是我们开始走全景的时候 导演就说 哎你要走到 你们要走到那个位置 然后我就说不用告诉我 我那个位置 灵莎肯定是第一个找到那个位置 还是根据灵莎那位置 我就很淡定地走到那个位置 你们会有很想拥有剧中角色技能的想法吗 最想get哪个技能 为什么 遇见 遇见 所以就是遇见 遇见真的好贵啊 如果自己剧中的角色流落荒岛 可以带一个人一起吃 你们觉得他会带谁一起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最实用的是这个 但是你不觉得吃开得很好 因为他屁股 他只是一个人 他不吃 我们吃的都会去很苦 你就不会抢大家的食物 跟你你有钱啊 没有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作用 荒岛还有钱 梦里一代的荒岛是没什么用的 他是不是在旁边 哈哈哈 要 什么天 因为感觉天和在身上应该会有很多那种 生存技巧 生存技 对 戴梦里一身也没有东西吃了 小了 是 是你饿吗 戴天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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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觉得有钱也没有用 我命有我 不由天 看不看这个剧 由不得你 大家沉默了啊 天和 哎呦 哎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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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和步道 没事 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仙剑寺 OK 各位修仙的道友 想欣赏一下我们琼华秀丽的风光吗 想知道我们琼华百年来 那么多精彩的八卦吗 有稿子吧 你有稿子吧 稿子在哪里啊 稿子在哪啊 稿子在哪啊 一定要锁定仙剑寺不容错过 你有准备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仙剑寺这个戏 很好看哦 哈哈 谁平常最爱发朋友圈 我有时候也 但我是那种 我是那种 想拍的就是一直发 不想拍的 十天半也非常发 他不仅不停地发朋友圈 他每天要换一个偷像 我都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谁 谁是最射牛的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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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剧组中最自律的人 刺的力是指哪一方面啊 嗯 嗯 好自律的 你看我我觉得不出完饭就很自律 谁的笑点更低 误会很低耶 误会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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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是我啊 想要和你啊 哎呦 平时会在网上搜自己吗 你不搜自己 我自己不感兴趣 我以为我做比较最激化 我感兴趣的感兴趣 你是无惧冲样达人吗 偶尔是怎么算呢 上前再借五百年 你是不是剧组中最爱照镜子的人 算爱照镜子 诶 有什么食物是你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就是我从小都不吃的 就是一个牛啊一个鳝鱼 就是在四川的时候 大家都爱吃这些 我不爱吃 所以我不会记得比较清楚 兔头是吗 吃 兔头不能接受 我吃 我会吃 我不能接受吃虫子 香菜猪肉羊肉鸭肉 我那其实都不喜欢 最不能接受的发型是什么 妹妹头 真让气比较坏 你真内涵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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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有啊 它是空气流海 它是空气流海 因为他突然想 哎车出流海 你是空气流海 还有好多哦 在家啊 为何不是这个 我现在有贴头皮的湿发造型呢 就是那样的那种 你会弄贴头皮的 对 拍咋的智慧啊 我不会自己去搞这个办法 这是云天活的第二个发型 因为他就是这边说完 然后这边留了一条下来 就感觉有点像 Tony老师 Tony的感觉 你要这么说他我也很讨厌 一直绑着头皮很痛的头 近期最有幸福感的一件事是什么 睡觉 吃 杀气了 最近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 可以模仿一下吗 哭笑 那个我们叫民国嘛 就是 嗯 我的就是那个 嘟嘴啊 怎么嘟 拱地节那个 我就是小女孩跳芭蕾舞的那个 啊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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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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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